哈囉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我是寗官 歡迎我們註實觀眾跟粉絲 掃描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拜登昨天簽署行政命令 為的是捍衛跟處理晶片的大缺貨潮 而今天呢 科杜紐全新的晶圓代工相關的法案 在國會裡頭呢 力主不能讓中共控制台積電 不過同一時間呢 戴琪也對於中國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有了強硬的表態 然而在美國呢 隨著很有可能三四月份陸續解封之後呢 公債殖利益本週以來幾乎天天漲 那這引發稻窮跟科技股重挫 也引發全球股市重挫 事實上外資今天也在台股 到貨900多億創下歷史天高 而在北京的內部要面對的是房地產的泡沫危機 同時呢 北京內部打土豪分田地 那要求這一個相關的全國脫貧 又有最新的政治手段 其中包含了號稱天網2021 二一鎖定特定紅二代的手段 然後同時呢 北京當局的大內宣 這裡頭呢 還有最新的文字域 那美中的國際關係 如今如此的變化 帶動的是全球的政治金融跟經濟變化 這背後會帶來什麼樣的變數 我們待會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編 第一個好朋友 汪浩大哥 大家好 再是財經專家朱月忠 大家好 再是宋承恩 大家好 再是王志盛 大家好 再是吳文杰 大家好 再是黃世聰 大家好 好 我們先看 美國這一次施打疫苗過後呢 確實確診人數不斷地向下修正 那美國的疫情緩解之後呢 外界開始擔心 聯準會拼命了印鈔票的態度跟手段 什麼時候會調整 而這一個調整 事實上也直接影響到全球金融市場 事聰 隨著美國疫情的大幅改善跟緩解 現在是金融市場 非常擔心害怕 那害怕的其中一個指標 是公債殖利率 沒錯 事實上這個從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的亞洲股市 都出現一個全面崩跌的這個狀況 那當然了 市場關心的最重要的重點就是美國10年級的 這個公債殖利率的這個上漲 那麼其實在去年疫情爆發的時候呢 其實公債殖利率是往下跌 那意思是什麼呢 事實上公債殖利率跟公債的價格是反向 也就是資金呢 大舉的進入這個公債市場 所以導致這個10年級的公債殖利率不斷往下跌 但是現在往上漲表示什麼意思呢 表示因為有人在拋售公債 那為什麼要拋售公債 主要原因是在於說市場現在開始擔心了 因為美國印了太多的鈔票 接下來的美國要發行的新的這個公債會越發越多 再者目前的這個因為公債呢 其實它跟通膨某些程度是綁在一起的 那目前的這個因為我們到印了太多鈔票之後 通膨的壓力形成之後 讓人開始去拋售所謂的公債 所以導致現在整個公債是公債的殖利率 是往上在攀升的一個狀況 那因為昨天來到1.6 原本市場認為1.5以上就風險很高 就因為短時間之內漲得太快 漲了大概45個基點之後 導致整個市場出現一個風吹草動的這個情形 那當然了除了這個之外 除了這個10年級公債殖利率 下這個上升的這個關係之外 你看因為這個黃金 黃金同時之間 因為我們公債呢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大的這個投資標的 它在資金在移動的時候 勢必會造成整個投資市場的這個風吹草動 你看到其實黃金的價格 就也在這個同時的時候 就開始往下回落 所以現在是公債殖利率往上升 那黃金的價格再往下回跌 那我們如果講到這個股市來看的話 你看到在昨天晚上的股市裡面來說的話 道琼是下跌了559點 那道琼下跌這麼多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道琼最重要的成分股之一 波音呢出現一個非常大的這個跌幅 那除了這個道琼之外 包括S&P呢 它下跌 約莫是下跌了2.45% 那甚至連這個跟台灣比較密切相關的 納斯達克 納斯達克在昨天呢一口氣跌了478點 那跌幅是3.52% 那也一口氣呢跌到了這個 如果我們弄納斯達克來看的話 是跌到了納斯達克的月線附近 所以如果今天晚上的納斯達克繼續再跌的話 哇那對台股來說的話 壓力可能會更加的這個沉重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看到幾檔這個主要的成分股 第一個當然是台灣民眾非常關心的特斯拉 特斯拉在昨天的股價裡面是跌了這個8.06% 那為什麼跌了8.06%呢 主要就是我們之前一直在講 晶片缺貨的問題 特斯拉現在也遇到了 它在加州的這個工廠呢 準備要停工兩個禮拜 那原因的 具體的原因就是因為 沒有汽車晶片 那因為沒有汽車晶片 再加上說 因為其實特斯拉伊隆馬斯克 他現在把他的公司跟比特幣綁在一起 那比特幣這個從昨天開始 在今天早上也一直下跌之後 導致整個特斯拉的股價出現一個 比較明顯的這個崩跌 那除了特斯拉之外 所以你看喔 比特幣跟特斯拉 幾乎最近幾天都同步走 有的時候是同步走跌 有的時候是同步反彈 因為主要原因就是在伊隆馬斯克 在2月8號的時候 他買了15億美金左右的這個 這個比特幣嘛 那同時人家問他說 你為什麼買比特幣 他說啊 現在利率都已經負利率了 不買比特幣是傻 傻子 結果沒想到 他好像買了比特幣之後呢 他的特斯拉股價就爬不起來 那事實上為什麼比特幣 最近會跌呢 其實我覺得大家注意喔 因為比特幣是一種 所謂的虛擬的貨幣 他受到最大衝擊是誰 最大衝擊當然就是實體的貨幣嘛 包括美元包括歐洲 所以你看最近歐洲的這個官員 歐洲央行的官員 甚至連這個美國的財政部長 都出來批評什麼 比特幣嘛 因為你會影響到我們美元的 或是歐洲銀行的這個發鈔嘛 所以他們就毫不客氣的批評了 比特幣說 這個有虛 有這個泡沫化的這個現象 甚至很多人都出來講之後 整個比特幣就出現下跌 好那我們講到比特幣 講完之後再講 包括亞馬遜 股價也是出現一個 大幅的這個下跌 甚至連蘋果公司 事實上蘋果公司 我覺得大家值得留意喔 因為他從這個股價140塊 跌到120塊 其實你以上一季公佈的財報來說 欸 蠻好的啊 可是反而 他在公佈財報之後 就一路往下盤 盤跌了一個情形 好 那除了股市是這樣之後 你看為什麼大家會擔心 所謂的通膨壓力 你可以想 如果講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就石油 因為石油在最近的這個 這個價格是一路在往上升 現在已經升到每桶 60多塊美金以上 那因為為什麼石油最近會漲 當然有原因是因為 這個美國的 這個墨西哥灣或是美國德州的這個 出產量受到影響 但是某種程度來講 你也知道說 因為大家都預期說 緊接下來的 國際的這個要解封鎖啦 整個這個石油的用量又會回升之後 整個就這個石油的這個價格 就開始往上升 好 那我們講的是 昨天晚上的美股 那我們來講一下 今天早上的台股跟亞洲股市 其實根據亞洲股市收盤 今天日經跌了1202點 跌幅是大概月末快要4% 那韓國跌了2.8% 中國跌了2.12% 香港股市跌了3.4億% 已經跌破了 前幾天不是發行 說要這個增加這個印花 所以又跌破那個底點了 那另外一個 包括說像這個台灣好了 台灣今天股市 重挫了這個450點 尤其是我們的這個所謂的 重挫了這個約莫是498點 那尤其是我們整個今天股會市 都是沙盤壓力非常重 那其中大家可能看到這個 今天的外資賣超大家會嚇死 因為外資一共賣超了944億 這算是歷史上的新高 那為什麼賣這麼多 當然美股下跌它一定會賣 另外一個就是MSCI的激度調整 台灣被調降權重 所以外資也被迫要被迫性的這個賣 另外一個今天的外資營商也賣了80億 所以今天的三大法人加起來 賣超突破1000億 那成交量4000億就有1000億是這三大法賣的 所以這個賣壓是相當成功 尤其是去年外資賣超台股6000億 到今天為止來說的話 外資在今年的台股已經賣超了2000億 所以你看其實外資在台灣 它到底會怎麼樣來做呢 我們要過去一段時間都是外資一直在賣 那因為台灣有非常多的這個台商的資金回流 或是台灣的本身的台股的很多這個新交易者 來抵抗外資的賣超 但是你看外資這樣大賣超再賣下去的時候 台股到底能不能夠撐得住呢 這就變成是我們在這個 這個所謂的228假期之後回來 非常重要的一個看點 好那我請教汪浩大哥 確實全球金融市場 這一個禮拜以來 確實大幅的震盪 那首先第一個是去年 這一路漲多的科技股全面修正 剛剛講蘋果業績很好 但是股價也修正兩成了 傳統上這個很多強勢股修正兩成 我們都會定義成走入空投市場 事實上特斯拉也差不多跌掉兩成了 好同一時間開始反彈的一個叫做國際油價 那這個當然對於三四月份之後 全球陸續解封 那可能這個觀光運輸活動增加 用油也會增加 那德州的冰風暴當然也造成了推升油價一把 那另外一個核心指標是美債 確實美債也在反映相當的通膨的壓力 對這個最近這幾天的股市的調整 當然跟美國的這個疫情 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有關 那麼同時也是跟這個通膨壓力有關 國際油價的上漲 特別是美國的油價上漲 確實也是跟德州的特殊極端氣候狀況有關 這個有可能是短期的 我認為這個只要這個春暖花開 這個德州的產油和產氣的狀況恢復的話 應該這個油價會有回調 那美國的十年殖利率的話 我自己感覺這個上漲是合理的 因為前一段時間確實太低了 那因為隨著美國經濟的恢復的話 這個應該也是可以預期的 只不過現在的問題是 可是供債值利率常常是 這一個大家好量本利比的指標 對呀 它是跟這個股息的利 股息率是一個相反的關係 那現在這個美國十年供債的利率 1.5以上的話 它實際上就已經是比這個 美股S&P500的這個股息率高了 那這個所以大家擔心有一部分錢 可以轉到這個公債上面 但是如果你仔細觀察這幾天的美股的表現 實際上它的這個跌幅是 確實是集中在這個高科技股 集中在前一段時間的增長股 但是如果你看另一個大的這個 這個 傳產股 或者金融股 金融股特別是金融股 銀行股實際上表現是不錯的 從去年11月開始 美國大型的銀行股就開始漲 像這個 JP Morgan Bank of American 這些 這些美國大型的銀行股 過去四個月都漲了將近40%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你確實是看到一個比較明顯的 這個不同的股市內部的 不同的sector的行業的這個 輪換的這個關係 就是大家把一些科技股 前去年漲得太多的科技股賣掉 來買這個傳統產業股 和買這個金融股 那金融股是屬於這個 某種意義上是落後指標 就是這個大牛市走到一個 後期 這個大牛市的晚期 金融股成為市場的領先的 這個sector的話 就讓大家會有點擔心了 這個 當然這種狀況 現在在我看來 從聯儲會的這個聯準會的這個 鮑威爾的講話上來看 他還是表示 短期內不會考慮漲利息 但是市場實際上是 某種意義上就在他前面 逼著他在做反應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這一個隨著美國疫情的緩解之後 全球的經濟金融市場 有了大幅的震動跟波動 然後同時 拜登主政的團隊 會如何處理對內對外的關係 確實也引起大家的關注 因為這可能帶來新一輪的 國際政治變數 不過在北京內部 對內對外更加強硬 那特別是一方面有新的文字域 另外一方面 習近平打土豪分田地 好 這個請教至聖 剛剛看到的是 習近平公開講 打土豪分田地 同時呢 北京當局還有最新的文字域 是 沒有錯 打土豪分田地 這一句話 其實在中共的歷代領導人 最近已經很少聽到 我剛才講說新民族主義革命時期 那是1927年 共產黨剛起家不走的時候 走武裝革命路線 要打倒這些土豪 把土豪分給窮人 那時候用了這樣子的一個口號 習近平竟然在這一場 所謂的脫貧攻堅的表彰大會上面 用了這樣子的一句話 讓外界引起很多的遐想 第一種想想當然認為是 那是不是要像這個中國的民眾說 你看我習近平跟毛澤東一樣的偉大 把這些錢 這種打貪之後分給民眾 這是一種 可是更多的想法是 習近平你是不是在做一個造神的運動 因為這是毛澤東的口號 那我們可以看到習近平最近的做法 包括了這個打土豪分田定 這樣的說法 包括了之前特別去紀念華國鋒的 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再包括了在今天的這個表彰 這個脫貧攻堅的這個大會當中 竟然自己自吹自擂講說 這個脫貧 是表彰史冊 標秉史冊的人間奇蹟 這種一個再一再的這樣的說法 是不是為了要習近平造神 那這個造神的目的 當然很多人就認為他是建制短期 當然是這個建黨100年 長期是明年的20大 甚至有人都懷疑說 會不會建黨100年的時候 我們不小心看到習近平造神 造得太成空 把他的肖像跟毛澤東一起放在天安門前面 甚至外媒有這樣子的一個看法 那可見得習近平是急於造神 來鞏固自己的這個政治的合法性 問題是除了造神之外 另外他要做什麼 做肅殺的動作 他肅殺的動作做了兩件事情 對內對外 對外他啟動了所謂的天網2021 講得很明確哦 他的對象是什麼 他的對象是層級更高 然後這個貪腐更多的這些人 那講的是誰 但是很清楚嘛 就層級更高 貪腐更多 那不就是劍指紅二代嗎 特別是把這些錢已經捲款 逃到海外的紅二代 是不是在政治這些人要做更進一步的肅清 所以我們都知道這樣天網2021的情況 其實跟當時的獵狐行動是一樣的 主要的針對對象就是這些所謂的異議分子 所以這是對外 那對內做什麼 對內讓人很訝異的 是竟然搞起文字欲來了 這一開始是日本的一個動漫 這個動漫當中裡面有一個翠字 那突然間發現這個翠不見了 那變為什麼不見 後來他解讀這個翠啊 其實你把它分成三個字來看是什麼 席席足 因為中國的這個習是簡體字嘛 就是上面那個語的一邊 所以你把分成三個字變成習習足 所以翠這個字不能用 結果在微博上面翠完全看不見 那後來那一直搜尋這個翠字找不到 就變成是習習足是習 習近平要死兩次的意思 那找不到之後全面被封殺 後來有人在批評說 這翠的地名啊 人民出現了 可是如果你在微博上面 key一個詞叫做祈翠 祈禱的祈 你key祈禱就是什麼 祈禱習近平死兩次 這樣子你看到微博上面 看不到這樣的字眼 代表什麼北京對於這種所謂 習近平相關敏感字眼 是全面封殺風聲鶴唳 也代表習近平內心的一個脆弱 跟政權的一個不穩定 好那我請教月中 剛剛講到習近平都直接公開談論 捍衛打土豪分田地 那當年是土豪 那大地主 現在是大老闆大企業家 而且這一輪追殺馬雲 確實也有殺雞淨猴的作用 確實我們講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黃光玉 他曾經有三年是中國首富 他是國美電器的創辦人 他在2010年因為貪污跟挪用資金 以及炒股案就被捕 那時候是判刑14年 可是到今年出獄了應該沒有14年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獄中曾經兩次獲選什麼 監獄改造積極分子 很奇怪的東西 講白一點就是變乖了 所以因為這樣子減刑 所以在今年2月16號出獄了 出獄以後他整個整個人就不一樣了 開口閉口都是說要愛國愛黨 大家就是很奇怪 根本跟他入獄之前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很多人就猜應該是看到馬雲的例子 尤其馬雲現在生死不明 雖然之前有露臉過一次 但是那個都是錄影的 天想的那什麼時候錄的 所以顯然黃光玉很清楚一件事情 留下命才是真的 其他都是騙人的 愛國愛黨才能保平安 尤其你看我們在上個月曾經跟大家追蹤 像那個鐘閃閃 目前的中國首富以及李舒福 吉利汽車創辦人都突然請辭 顯然都跟這件事情有關係 所以我們談到馬雲的問題 馬雲最近他的阿里巴巴好像突然翻身了 什麼事情 就在我們剛剛的影片看到的 就在全國脫貧攻堅的表揚大會當中 居然有阿里巴巴 說阿里巴巴也是所謂的攻堅的先進集體 媒體說是因為他有三個關鍵字 叫做脫貧致富升級 簡單來說就是有功 所以他想說是不是馬雲要翻身了 阿里巴巴要翻身了 那這還有在時間觀察 但是擺在眼前比較現實的問題就是 之前中國都在封殺阿里巴巴 所以很多的國際投資機構 尤其是很多美國的這些避險基金 或者是私募基金都開始大拋阿里巴巴 光從去年11月它開始出事之後到現在 一共被拋了高達1億股之多 而且如果以實際的股價以在美國掛牌的阿里巴巴來說 我大概算一下截至昨天大概跌掉了25%之多 大家知道過去這段時間如果昨天不算之前 多了大概50億美金 大家看這個表裡面 通通都是美元計算 那這其中我們就不一個一個去念 幾個我個人觀察到的 第一個都很老 超過90歲的有5個 前10名裡面 第二個還是在香港 當然地產業還是最多的 那再來就是第10名居然是誰呢 居然是蔡崇信 好 出生台灣 可是就我所知蔡崇信現在應該是美國級 怎麼會被列到香港的富豪榜裡面呢 是不是他也有香港級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提供大家參考 好 那我們看到李嘉誠 我們剛剛說他去年財富增加20% 可是特別注意到 真正他的旗下的大家知道的 合金黃埔這些公司 其實過去年股價都是跌的 那他為什麼還能夠增加這麼多錢 因為他投資了很多的科技股 其中最有名就是Ru這家公司 因為新冠肺炎的關係 所以現在大家都用視訊 而Ru這家公司就媒體的說法 大概讓他就賺了1000億港幣之多 所以你看光Ru的部分 他現在這市值有74億美金 不只這樣子媒體在講 他還有做疫苗的公司 準備要掛牌了 他說這疫苗公司上市之後 李嘉誠的財產 至少還可以再多好幾十億美金之多 好 那在剛剛講到說 香港這些富豪很多都是靠房地產 好 那中國當然過去這些年 房地產真的也長得很凶 可是現在出現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居然有人要免費送房子給你 唯一的條件是你繼續幫他付房貸 看起來好像很合理 可是我舉個比較簡單的例子 跟大家講 大家就知道到底合不合理 假設我買的時候是1000萬 那我貸款700萬 可是現在房價跌到只剩500萬 那我要不要繼續繳房貸 不要 不要嘛 所以現在願意送房給人家的 就是這樣子的問題嘛 因為他當時買在高點 結果現在房價大跌 他發現剩餘的房貸比現在的市值 還要來得更高 他當然不想講 所以才出現免費送房這種事情 好 那當然中國媒體說 但是這個另外一個跡象就是說 這個中國很多地方的房地產泡沫 可能相當惡化 對 那當然中國媒體自己的說法 這少數特例 不足為奇 沒什麼好講的 可是真的是這樣子的 沒有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有美國的學者出來講了 這事項絕對不是只有少數現象 而且是在很多地方都發現了 而且這是有報的 沒有報的其他更重要的問題有沒有 當然會有嘛 因為有些絕對是不能報的 所以當這種事情 尤其媒體一報 這種問題可能會越來越大 其實當年金融海嘯在美國 其實就有類似的情況 就是房價大跌 後來最後我房貸不想講 就放後出 就出事情了 好 那再看到 斯里蘭卡本來是 中國一帶一路要布局的 一個很重要的點 結果呢 現在當地的官員 現在對一件事情很感冒 什麼事情呢 原本斯里蘭卡的一個深水港 租給中國是99年 好 那這本來沒有問題 結果99年才過了幾年 居然又再加99年 這就有問題了 好 因為我們國際上 我們常常看到這種租業 常常都是訂99年 因為雖然法律上沒有規定 一定要租多久 但是大家通常覺得 如果租到100年以上 那就等於是割讓給你的 所以通常就會訂99年 可是你連續兩個99年 就大有問題了 所以斯里蘭卡的財政部長 就跳出來講了說 政府亂搞嘛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呢 其實就是斯里蘭卡 前任的總統 先跟中國簽了這個約 因為這樣子就拿到了一筆錢 結果後任的人上來 也想照樣再搞一次 所以又再簽了99年 那這樣子下去還得了 那最後整個4億蘭卡 搞不好就都被中國的禁卵了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美中事實上今天針對台積電 事實上也納為核心利益 特別是美國國會推出來 可能相關捍衛台積電的晶圓代工的法案 不過同一時間美中之間很大的核心競爭 確實聚焦在科技上 尤其這一次毅力號成功登上火星 完全高度展現美國太空科技 對 現在科技真的非常發達 我們看到這個NASA的毅力號探測車 登陸火星之後 在它的這個J-ZERO 這一個隕石坑 拍了一個360度環景的照片 但這一張照片 其實是由142張照片組合而成 但是我們看到就可以由地球上面 清楚看到火星上面長什麼樣子 那其實看起來好像跟地球上面的這個沙漠 其實也沒有太大的差別 那主要是說發現 因為它這個隕石坑的周邊 發現說還有這個不同的高低起伏地形 還有所謂的這個懸崖 那可以看到上面的主要的一些岩石 似乎有被強風吹石的這些刻痕 那所以可以從這裡看得出來說 這個火星上面似乎也有非常強烈的一個風 那其實這些狀況 火星上面包含它大氣的組成 先前包含像陸陸續續 本來就有先前還有機會號 好奇號 精神號 好幾輛火星探測車 其實都已經在上面陸陸續續的進行探刊 所以其實這次NASA還除了照片之外 也公布了另外一段18秒的錄音 可以清楚聽到火星上面的風聲 那這個風聲其實雖然是微弱的風聲 其實先前的這個機會號 還曾經遭遇過沙塵暴 其實火星上面的大氣組成 它是有一個大氣的一個成分 但是只是人可能沒有辦法呼吸 因為95%都是二氧化碳 那真正的氧氣 據他們調查大概只有0.13% 那其他組成還有包含像氮氣2.7%等等 還有甲烷 那這樣的一個等於說火星的大氣 基本上它的一個氣流還是非常不穩定 所以像先前這個機會號 它就遭遇到火星一個大的沙塵暴之後 因為遮斷了它的一個太陽能板的一個供電 結果後來它的一個整個系統就叫不醒 就是睡著了 到現在還沒辦法跟它通電上面 所以就是為什麼後來又再加派伊利號上去 要這個進一步要去探勘火星 現在的一個最新的一個狀況 那火星上面當然這個地球很希望說 這一個特別美國希望在上面 是不是能夠尋找替代的一個 等於說未來人類移民的一個 這個等於說環境 但是上面的一個水氣其實是非常非常的一個少 稀薄 那先前的這個機會號曾經拍到過 這上面曾經不是只有風還有雲 曾經有拍到過水冰雲 但是因為水氣實在太少 可能目前還是不適合人類來居住 那不過像這樣的一個火星探勘 其實已經引發一連串的一個國際爭霸 因為這是從地球的外太空打到都火星去了 那其實火星人類對火星的一個好奇 從這古時候就有 但一路到現代科技來講 1960年之後陸陸續續 包含像蘇聯美國 那到後來包含像這一個 中國也開始加入這一個探測火星的腳步 那所以最近除了伊利號之外 其實阿聯的一個探測器 其實去年同時間大概相近一個星期前後發射的 近期也進入火星軌道 那中國的聽聞音號在2月9號也進入火星軌道 那他預計是先繞行火星軌道 大概預計在5月才會嘗試要降落所謂的火星 進行所謂的登陸的動作 那這樣的一個所謂的火星爭霸的一個 這些先後各國的用國家的資源投入之外 其實美國更特殊的是他SpaceX這家民間的公司 那他的星艦其實他未來的目標 當然希望一次能夠搭載100個人就到火星去旅行 那當然馬斯克他是曾經誇口 這個立下豪雨說要在火星建立一個新的一個都市 那當然這個SpaceX的新艦目前來講我們先前看到 他有幾艘原型艦就SN8跟SN9 先前我們都看到很漂亮的畫面升空之後 順利的飛行到這個大概1萬公尺高度之後 把他的這個引擎給關掉之後 試圖要用平緩的一個方式 直接能夠垂直降落 但是都在最後降落的那一剎那 結果這個姿態沒有擺正的情況就墜毀了 那所以近期他的SN10原型艦又要進一步 同樣進行高空測試 那非常希望說這次能夠順利的降落在他的一個平台 如果能夠順利降落 未來當然邁進火星特別是載人 這樣的一個火星之旅 可能實現的可能性就又更接近了 那除此之外 這個火星爭霸是一個新的一個場域 那在地球本身周邊的光 月球還有附近的太空 這個爭霸各國已經紛紛當然加入 先前包含像這個美 蘇 那還有像中國都列為重點 但近期來講像這個歐盟中間 譬如說還有其他像英國最近去年 也成立所謂的太空司令部 但是他初期來講還是以軍事發展為主 所以英國的這個太空司令部 其實還秘密演練了什麼 演練像這個擊落衛星 透過譬如說他的一個颱風戰機 然後飛到6萬英尺的高空 垂直直直的這個發射飛彈 直接要把這個衛星給擊落 這樣的一個方式 其實過去美軍用透過F-15戰機 已經有嘗試過這樣的一個做法 那美軍本身來講 我們先前講到說他到這個印太地區 最新部署到第七艦隊的一艘 DTG-105 他上面配備的標準三型飛彈 其實就可以直接升空 打這個到外太空 把這個衛星給擊落 那現在連印度也加入這個腳步 那印度比較特殊 他成立了一個叫國防航天局 但是其他國家都是敲鑼打鼓 他這個國防航天局是秘密成立 那印度不要小規他的一個太空的實力 他除了有這個區域的衛星之外 2019年的時候 他也曾經秘密發射一枚導彈 把這個低軌衛星給擊落 那現在未來當然他針對中國的一個威脅 他要加速他的預警衛星 還有包含各式間諜衛星 甚至未來打造所謂的衛星殺手 都在相關的一個發展行列之中 而且是從美中之間的競爭 除了打到火星外投也空之外 事實上美國封殺這個華為跟5G 可是事實上是快速的直接進到 下一個世代的6G跟星鏈計畫 對 其實美國不只防堵 這個中國的5G跟這個華為 他事實上在這個川普的尾聲之外 防堵了很多中國的航太科技 那為什麼要防堵他的航太科技呢 其實這個關乎這個 除了中國的航太事業之外 跟通訊也有相關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說其實 伊隆馬斯克他有一個 所謂的STAR LINK這個計畫 星鏈計畫 他目前已經打了1000顆衛星上去 他這個星鏈計畫呢 目前已經準備在美國商用 他是用來什麼 用來補足5G通信的不足 因為我們知道5G通信呢 他需要非常多的基地台 在都市裡面你是訊號OK的 可是除了都市呢 他其實會降為4G 那你這樣就沒辦法5G的時候呢 你出了4G就沒辦法自駕 那這樣是一個非常大的麻煩 那伊隆馬斯克就決定說 用所謂的星鏈計畫把它補足 那根據目前的這個測試來說的話 就是這個星鏈計畫的傳輸速度啊 大概是300Mbps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如果以這個台灣的5G的網速是272 是世界第三 所以他其實跟5G的上傳下載的速度是差不多的 那至於遲延性就是說 我們會有那種 我們看到4G訊號 如果你看這個4G的這個 目前的衛星訊號的話 會有一些lag的 那個就是因為目前的4G通信的一些相關的問題 或衛星通訊的問題 那在Starlink呢 他這個所謂遲延的狀況會減少非常多 所以他就用來補足4G之外 5G在郊區的這個不足 那他就是作為未來這個新未來通訊的一種補足的方案 那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未來的6G 大家都說5G之後呢 大概約末10年會發展6G 6G呢 他的理論上面會比現在的5G上網速度高100倍 但是其實呢 因為這個目前的技術都還沒有成型 但是根據初步的這個看法來說的話 有可能6G是什麼呢 6G可能是地面的基地台結合天空的衛星 尤其是低軌道衛星 形成一個6G的這個訊號鏈 那這個6G的訊號鏈來說的話 現在呢 美國已經開始籌組6G的聯盟 他裡面找了誰呢 找了蘋果 AT&T 高通 Google 三星等等 就是沒有華為 所以你看其實 美國在封鎖這個所謂中國的科技的時候 其實不只是封鎖現在的5G 現在的通訊 連未來的 星空的這個計畫裡面的航太科技 甚至連未來的6G呢 他都已經進入所謂的封鎖的狀態裡面了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事實上全球股市今天全面重挫 然而呢 在台灣呢 台積電是超級護國神三 而同時呢 在美國國會的科頓立足 要處理的是金元代工的法案 因為他直接講台積電是美國利益 不能夠讓中共控制台積電 同時台積電也是美國國安安全 而代其表態 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一定要履行 所以這個承恩 我們先看起來美國國會內部兩黨很大的共識就是反中 對 透過這些官員的政策聲明呢 我們越來越清楚拜登政府對於中國的策略 他一方面要合作是貿易夥伴 但是他是有原則性的 他會對抗 他的對抗會長期及有策略 那麼川普政府呢 彷彿是阿里的這個蝴蝶圈 一招一招的出 但是拜登現在慢慢的沉澱 我們看幾個重點的領域 第一件事是說 他們發現中國的這個言論審查 不但管到中國人自己的言論 還管到美國公司的言論 例子之一就是NBA火箭隊的這個 莫瑞的這個總經理 他說挺香港 那麼這個整個火箭隊 包括整個NBA就被這個中國所抵制 或在好萊塢 好萊塢博蛋幫這個中國的影片 做置物性的行銷 而且還對於一些敏感的字詞 包括台灣跟新疆 做一些噤聲 那麼針對這個情形 就是中國輸出言論審查的情形 美國現在說要成立一個工作小組 對要來放在監管 並且要連著策略 策略就是說中國必須要負責任 然後誰要負責 所以這個是一個跨部會的小組 由這個國家安全的委員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 辦公室的人來帶領 並且有商務部 以及財政部的官員 那麼他們必須要向國會來提出報告 所以要來考慮說 如何來遏止中國去管道 美國公司的言論這樣的行為 第二個重點領域是這個問題 就是genocide這個詞 叫做種族滅絕 那麼既龐佩歐說 中國對於新疆這個維族的 這個大規模監禁 是構成種族滅絕 還有加拿大的國會 也通過這樣的一個認定 第三個就是荷蘭 在歐洲第一槍就是荷蘭國會 通過了一個認為說 中國在新疆對於維族所做的 是構成種族滅絕 但是荷蘭政府是不願意 他的執政黨是沒有投票的 因為他們認為說這件事情 還沒有經過國際法院認定 所以他們有一點保留 那麼這件事情其實是考驗了 美國所謂的建立民主盟邦 到底有沒有裂痕這件事情 因為它牽涉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說 是不是所有的民主國家 都願意跟民主 都願意跟美國來聯合 那麼我們看到歐洲 其實不一定 可能還要想一想 還要說跟中國要進行生意 或者中國可能經過利誘 或是威脅或是經濟的誘因 去分裂他的盟邦 另外一個就是國際機制 就是聯合國這個人權 是不是能夠有效 第三個重點領域是這一件事情 就是說拜登說民主要同盟 但是中國一直說威權 其實有它的效率 它是勝於民主的 拜登說這件事不是這樣子的 但是現在發現 中國大辣辣在美國買廣告 而且買到全世界的地標 就是紐約的時代廣場的廣告 它叫做中國螢幕 China Screen 每天就24小時播送 中國的大外宣 最近播送的叫做世衛 說中國抗議有成48.5%的人 統統都康復了 而且他不斷援助國際 援助意大利等等等等 那麼同時間 這個世衛組織的調查人員到中國呢 他就不讓 不給他資料 也正控制他的言論 這到底怎麼回事呢 怎麼可以讓一個威權國家 去在美國 在全世界一個策略性的地點 這樣子用錢 撒錢來買外宣 這到底可不可以 那麼美國參議員 Scott 這個斯卡爾特就說呢 這件事情應該要停止 不可以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一些政策的 相關的最新的發展 第一件是戴琪 戴琪她背景非常特殊 她的這個父母親都是中國人 然後在台灣成長 然後移民到美國 然後她的母親現在還在國務院工作 她呢 過去是這個美國貿易代表署中間 對抗中國不公平競爭的 一個最大的一個推手 她是一個律師 她即將要接任這個美國貿易代表署 美國貿易代表是抗中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關鍵的一個組織 因為呢 這個她所說的這個關稅的 這個就卡到了中國的軟肋 那麼她說了幾件事情 她在聽政會說她要搶美國 同樣也延續這個川普的政策 就是說呢 美國的貿易政策 必須要顧到勞工階級 壽星階級 然後支持美國的創新 要讓美國經濟復甦 並且要確保她的產業鏈 但是一半以上的時間都在講中國 她講中國幾件事情 講說中國呢 我對抗她 我非常知道 我們現在有很多工具 但是我們有很多局限 那麼我們最關切的 包括她竊取智慧產權 包括她的這個國際 不公平競爭等等 但是呢 拜登這個政府 正在成立一個統一戰線 這就是她華人的這個厲害 她用中國的詞來對抗中國 中國有統戰 統一戰線 United Front 他們說拜登政府 在做民主同盟的統一戰線 同時呢 我們要既合作又競爭 我們要一邊合作 包括這個全球氣候變遷等等 一邊對於中國也要有策略的競爭 她說的很妙 她說我們要一邊走路 一邊絞口香糖 一邊下西洋棋 走路就是我們要顧好我們自己的事情 絞口香糖是說中國泡來很多球 我們要謹慎的處理 要想一想我們要不要吞下去 然後我們要跟他鬥爭 要跟他玩 另外一個官員就是CIA的局長 這一位呢 叫伯恩斯先生 這位大使 他有33年的外交官 今天而且在兩黨政府都做過 包括做過約旦的 駐俄羅斯的外交官 大使 然後呢 他現在被拜登提名為 這個CIA的局長 他說的 他說我的有四個優先 第一大優先就是中國 如同拜登總統所說 美國在跟中國的鬥爭中 能不能勝出 這個決定了我們的未來 他說中國是一個敵對的領導階層 而且是一個掠奪性的政權 因此我們要用所有的力量 去對抗中國 包括CIA的這個情報供應 那麼他特別說 如果他是美國大學校長的話 他會要關掉孔子學院 第三個是布林肯 美國回來了 包括國際組織 那麼美國呢 是不是會回到 人權理事會 布林肯現在公開的說 我們會尋求 2022到2024年的 這個理事國的席位 美國回來了 要進入人權理事會 我們總結一下 雖然說拜登政府 現在越來越清楚 就是說我要跟中國合作 也要競爭 並且我要民主同盟 要回到國際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說 政策正在形成 而且他正在团結 他的力量 中間也有裂痕 那麼現在政策 越來越清楚的時候 我們就要越來越看說 他們是不是能夠堅持 那我們是不是能夠繼續下去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 我們今天聊的是 美軍的競爭是全防偽的 特別是在軍事上面 那美軍事實上 這個最近又曝光了新的無人機 對美軍的無人機發展 其實不只跟中國競爭 其實他跟自己內部的 多家廠商也在競爭 最近新曝光的 這一個極速賽車手 Space Racer 這一型 這無人機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這樣的一個構型 因為你可以看到 相較於過去的 很多傳統無人機來講 他的這一個機首是 非常的這一個狹長 那機身其實非常短 那這一個新型的一個無人機 據說是這個洛馬的湊柚工廠 他研發出來 現在已經進入所謂的地面測試 那他最特殊的是 他上面可能會加裝一個 噴射渦輪的發動機 那我們從他的外觀 如此狹長的設計 跟他裝備這個噴射渦輪的發動機來講 我研判他絕對是一個 超音速的無人機 那當然因為這樣子一個機身小廠 他可以躲避雷達偵測 基本上逆中的性能 絕對也不在話下 那比較特殊的是說 我們知道湊柚工廠過去 研發出非常多 這個經典的 這個武器系統 包含像這個U2的無人偵察機 包含像這個SR71黑鳥偵察機 那還有像F117AZone 所謂的這個夜鷹戰機 那連現在大家外界瞩目 常經常在談的F35 F22 都是這一個湊柚工廠 他的一個研發小組 開發出來的 所以他開發出來的武器 勢必有一定的口碑跟保證 不過比較特殊的是說 我們觀察 過去我們幾次介紹 無人機大部分集中在 譬如說徵收也好 那或者是說 即便可以進行 所謂的這一個 空中的一個 這個有人機的 這個操作 都是屬於中層無人機 那不管是XQ58A MQ25加油機 或者RQ180 逆中加油機 MQ4 MQ9 一大堆 這些都是屬於 次因素的一個無人機 但這一次提出來的是 超音速無人機 超音速無人機不是 美國過去沒有研發過 其實同樣湊柚工廠 過去來講 落馬 他先前已經有研發一型 叫SR-72 也就是SR-71 黑鳥偵察機 的這一個 無人機的構型 那SR-72基本上來講 它的外觀跟這次我們看到 這個Space Racer 又不太一樣 它是傳統無人機構型 但是當時SR-72提出的時候 基本上它的速度 就可以高達6馬赫 這高達6馬赫 以無人機來講 基本上空對空飛彈 是根本追不上的 因為傳統的空對空飛彈來講 你最多到3馬赫 到4馬赫 都已經非常的快 那當然地對空的飛彈 如果是大型的一個 防空飛彈來講 也許有可能到達這個速度 但是基本上它在高空 你還是擊落不了它 所以這樣的一個 這個高空加上高速 高超音速的無人機 未來可能勢必是一個趨勢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無人機 這個發展之外 其實美國的傳統的 空軍的戰力進行 也在進行所謂的更新 雖然即便現在已經有 F-35的這個逆中戰機 那還搭配F-22的戰機 不過他們的一個主力戰機 包含像美軍現在還非常多 有幾百架的一個 傳統的F-16 CD型的 這樣的一個戰機 近期美國空軍也傳出說 有可能會開發 打造新型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傳統戰機 來取代F-16 那當然有媒體解讀說 這會影響到F-35的採購 但我個人認為絕對不會 F-35還是生產性 會繼續生產下去 但是F-16戰機 會不會被取代 的確是受矚目 因為這樣的一個構想 其實是涉及到美國 這個軍火商之間 內部的一個競爭 特別是洛馬跟波音之間 他們其實過去因為洛馬 開發出F-35之後 基本上波音 他的一個美國空軍的一個 傳統戰機的訂單 就大為落後 那所以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他近期不斷的推銷 F-15 EX 或者是先天打造出 EA-18G 這是川普非常喜歡的 一個電戰機 基本上F-15或F-18 其實是波音 這個跟落馬競爭的一個搶手 那現在他說這個可能會放棄 本來其實已經準備要採購 就是跟台灣一樣 我們台灣買的F-16V 其實它是屬於F-16 Block 70 72P次 那這一型本來是全新的一個 構型的戰機 美國空軍正在考慮 要不要也進一步採購 不過這樣的一個大規模 不管是空軍的一個 戰力的建立 或者是未來無人機的打造 勢必不管美國是由 哪個政府執政 都會持續進行 好 今天謝謝大家收看 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 朋友掃描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同時在IG臉書 Twitter、Telegram上面 都有官方的帳號 歡迎大家將我們的影片 看好、看滿、看到寶 也歡迎大家有空順便看廣告 謝謝收看 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